哈喽大家好 我们邻居家前些天买了一台玉米收割机 然后听说他家花的是92000块钱 然后接下来我带你们大家去看一看 看看他这个车是哪年的 然后看看车的状况怎么样 咱看看现在咱来到他家这个院里边了 现在这一台玉米收割机 就是前两天他刚买回来的 然后听说他这两天正在检修 因为我们黑龙江机西这边 马上也快到秋收的鞋了 这个就是你前两天刚买的呗 对 花了多少钱92000块钱 哪年的车这一次 16年16年16226年车呗 但丑的这个车状况还挺新的 工作不到600小 工作就是用的那个时间 就像车跑那个公里数啥的呗 他这个是走一趟的话是收几根笼的 七啥收少的 七三根笼收三根笼 收三根笼的这个是 他就是专门收玉米的呗 对专门收玉米 他这车你看不看见 这两天就是买回来之后的话 正在检修呢 然后过两天准备就是开始收玉米了 我们东北这边这两年大面积 种植玉米的也非常的多 他这个要是说供热套的话 一般的话一个小时能收多少亩地 一天吧 五六五六十亩地是没问题 就是检修完了车正常运行的话 对 咱这的话基本上都是平坤地 他不耽误事 那你这检修这两天是不也没少花钱呢 检修可不咋的没少花钱呢 花了两万多了 现在皮带就七根皮带不好 皮带也重新换的 七根皮带就两千六万 这个是新换的皮带呗 对 你看看 这一看就是干活人 把这个检修皮带啥的都新换 太新换啥了 新换的拔皮轨 拔皮粒在顶上 拔到米叶的 基本上就是车的状态是挺好的吧 车状态是挺好的 就是像这种属于皮带啥 都是磨损的东西 一省件就免不了 这种就是换了一下 看看这四条大轮胎挺柱壮 你这前面这个车胎吸起来干啥 那么加块吗 把车胎加块 差七公分 一边加三公分 就是不用这个胎了 用那个胎 轴距加团一下 就这个呗 对 那他这个加块能有啥好处呢 正好骑的沙冷沟的 骑到它冷沟里 要不就是骑一个压一个半 就嫌有点窄呗 对 这车的皮毛 瞅的挺新的 然后刚才他不也说了吗 一共的话就是这个车 是16年的车 现在是22年 一共的话用的是 不到600个小时 不到600个小时 就证明这个车状态还是很好的 像 他买完回来之后的话 这两天 再开始检修这车呢 把这个一抹损的皮带啥的 然后就检修一下的 过两天就准备开始上地干活了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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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就100多马力 不是这么太大 他这玩 是不是便宜贵的话 得根据这个马力大小的话 来说是不是 就像是车似的 有高配有低配的 这是啥牌的 9宝田 就属于就是 扛用呗 他这个新的 新车的话得多少钱 27万 新车27万多 看看这个就是他这个 叫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然后是九宝田的 标定功率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啥 机器的那个啥 效率 103.3 这就是这个车基本上大概的状况 刚才我带大家好简单看了一下 这台这个玉米收割机 他这个是专门收割玉米的 然后是16年的车 现在是2022年 6年的车 然后他用的这个车的时长 是不超过600个小时 就证明这个车 他的状态还是比较新的 然后他买回的车之后 这两天正在检修 过两天就准备上地理干活了 花的是9万2千块钱买的 现在目前为止 修车的话维修 因为这个大型的车的话 它维修费买件 它的也比较贵 现在维修费也花了是2万多块钱了 现在一共这台车是11万多了 然后大家感觉这个车的状态 还有这个价格怎么样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先到这了 下期再见